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是一个初学者 因为他已经第二次提问 他越学越觉得很受用 但是他的家人觉得 学佛的都是人生失败主 都是非常失忆痛苦的人才学佛 那他又很爱他的家人 但是他又不想再去追求名利 来让家人开心 那他要怎么做才不会破坏亲情 又能够学佛 如果说学佛的人都是人生的失败者 这个肯定是不符合时事了 全世界的首辅 花人的首辅 然后就是那么了不起的科学家 难道这些也是人生的失败者吗 如果这些都是失败者 那我们谁不是失败者 这样子讲可能是有一点过了 但是如果说学佛的很多大部分的人 就是因为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挫折 然后去学佛了 这个没错的 是这样子 很多人因为我们大家 人就是有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都是比较健康 比较顺利 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懂得要去学佛 然后遇到什么挫折的时候就开始去学佛 这样子是有的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都没关系了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就觉得出家人 出家就是这个社会上混不下去了 走投误了才去出家 也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也不需要一个一个地去解释 然后学佛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失败了 因为失联了 因为离婚了 因为破产了 才去出家 才去学佛 当然也不排除有这样子的人 但是也不是所有 这个都没关系 不是这样子 那他的问题就是说 他怎么样让他的家人 证明他是不是失败者 是这个意思 他不想破坏跟家人的亲情 不想破坏跟家人的亲情 他们这样子这样 让他们这么这样 他们很开心 所以就不想跟他们辩论是吧 但是他又不想 就是按照他父母 对他的期待去做 是是是是 这个确实是 不需要去争论 不要去争论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你自己好好学佛 好好修行 然后改变你的脾气 让你的家人就是看到 你在这个学佛上也有进步 跟以前不一样 学佛之前之后不一样 有很大的进步 然后同时你也好 如果你是一个学生 你好好去学习 一定要考最好的成绩 如果你已经工作了 那你就是要好好地去工作 让你的家人就看到 你不仅仅是在这个学佛上面 有进步 然后你在世俗上面也有成功 这样子以后呢 他们就没话说了 你也什么都不需要说了 他们自然也就知道 你不是失败之 这样子是最好了 我过去找你 你给我拿到这个做法 你们想要让我们打开 你帮你